中国的巨人 20岁的时候,她的身高已经是2米1左右了,由于身高太高,报喜顺,她出行的时候很不方便,每次出来都需要拄着拐杖,如今67岁的报喜顺,她穿的衣服和鞋子,全部都需要定做,她不管走到哪里,所有人都带着好奇的目光看着她,女孩子见了她,都主要要求和她合影,这样的引人注意,年轻时候的报喜顺,并没有给她带来爱情。 她甚至一度苦恼自己找不到女朋友,后来问了很多女孩不喜欢找报喜顺当做男朋友的原因,女孩子们都说太高了,有点恐惧,然而上天总是照顾善良的人。 在报喜顺56岁的时候,她遇到了生命中对的那个人,对方是一个比自己小28岁的平凡姑娘,也就是报喜顺现在的老婆夏淑娟。夏淑娟身高只有一米68,比报喜顺足足矮了68公分。 而且报喜顺比自己的老丈人还大两岁,虽然这样的年龄悬殊,并没有阻止报喜顺和夏淑娟在一起。 同年,他们两个人结婚了,婚后的夫妻二人,生活得很是幸福甜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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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